男女 侠客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3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4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6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10点 10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好自己 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14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15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16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17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 不喜欢的人 18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19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时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时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20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 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 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21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 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23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24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25点 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在 26点 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27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 能够欺骗得了你 28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 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29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30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31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32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33点不洗澡的人 应他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34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 你的烦恼吧 35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36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37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38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39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40点 什么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41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42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43点 本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44点 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45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46点 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47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48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49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50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 仓我所没有的 51点 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52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53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54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55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56点 信誓 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57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依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58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 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59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60点 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61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62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63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64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65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66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十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烦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 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石膜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石膜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道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元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事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姓氏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 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使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烦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值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值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女尊贵 是来自女真才识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示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公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友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 不曾亏欺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 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 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 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 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 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 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 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 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 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他有多坏 甚至他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烦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值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值 你才能得到自财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 不洗澡的人 应他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女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 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 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 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可苦呢 三十八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 沈默是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 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友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你的生命官 我有我的生命官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 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3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4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6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10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14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15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16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17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向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18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19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时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时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20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21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23点 是一种惩罚 25点 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26点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27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28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29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30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31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32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33点 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34点 让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35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36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37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38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道罪一样 39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40点 什么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41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42点 并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43点 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44点 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45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46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47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48点 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石魔 我们活着为了石魔 49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50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 仓我所没有的 51点 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52点 这个就是慈悲 52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友 53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54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55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 被人欺 56点 姓氏 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57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58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 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59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 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60点 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61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62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63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64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65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66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辖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他有多坏 甚至他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眼眶望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减考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持一个人 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 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 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谓之中 三十三点 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 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 审默示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 对人公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 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石魔 我们活着为了石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感谢上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友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是最大的欠子 别人能欺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欠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 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食魔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 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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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ful的疚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禁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八一口吗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护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明生女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些道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能干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姓氏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五点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虽然 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狭客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 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 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 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 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 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 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 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 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增恨 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职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 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 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 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 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可谷呢 三十八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些道罪一样 三十九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 审默是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 便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 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石魔 我们活着为了石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五十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友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 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 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 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 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 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 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 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 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 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辖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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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 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 感谢给你 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 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 你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 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 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 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 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示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 方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姓氏最大的欠子 别人能欠你一时 而他却会欠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使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明生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可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切到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石魔 我们活着为了石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四七七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 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烦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石膜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石膜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 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 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 沈默是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 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 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 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 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 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 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敌 为友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 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 别人的心 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 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 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狭课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减考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 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 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职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 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一遍回旋 三十四点 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 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 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欠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感谢上方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四七七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实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贪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 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食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遍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行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你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增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护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应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明生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原谅别人 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 审默示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 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 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姓氏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感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 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食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 全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狭课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通知 不愿意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十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事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四七七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实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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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他有多坏 甚至他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医治 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持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很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 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 方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姓氏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实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支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 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那么提醒你 六十六条经典残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 下去 烦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 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 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 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很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 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 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 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 什么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 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是每一个人 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 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 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 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石魔 我们活着为了石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五十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 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有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誓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实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实 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盘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你的生命关 我有我的生命关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 恶口永远不要出 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 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 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残语 辖客 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签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 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 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 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 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 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 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 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 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增恨 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职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 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 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 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应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干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性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此时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加破人亡 六十点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你根本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情字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地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女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时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可苦呢 三十八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 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 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 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 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 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 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 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 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 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 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有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实 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 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你的生命官 我有我的生命官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令 六十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 恶口永远不要出 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 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 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 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 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 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 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 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烦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 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 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谓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一遍回旋 三十四点 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 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 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示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